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不知道多少钱能买水军 除了月云鹏吃饺子还发微博 我都不敢发 我印象很深 其实我最难的时候都是唱戏那会儿最难 有人老觉得郭子刚说相儿那会儿不容易 说相儿一会儿就很容易了 我当年唱戏的时候 天天的台上台下前台后台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在天津的时候 八十年代末在天津唱戏 那会儿都是小班 所谓小班就不是专业院团 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租一份一乡我们就唱戏了 周边郊县庙会我们也去 村长家过生日我们也去 给钱就唱呗 八个钱六个钱唱一场 那会儿馒头一块钱六个就能养家了 那会儿其实最难的就是小班之间互相的争斗 我们这叫什么美丽屏剧社 人叫漂亮帮剧团 类似吧 其实难的就是剧社之间互相的争斗 你说天下的事哪说理去是不是 不重要 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所以后来说了相声 在这里边 那不就是 你们比唱平戏的玩的差多了 现在网络也挺好玩的 二十年前那会儿也不知什么叫上网 刚开始的他们念的上网不上网 那会儿见面还竟问 你上网吗 还竟问着我 可见那会儿多么的不普及 现在真是人人都会了 也挺好 网络 我其实一直盼着网络能够实名制发帖 不公平 是吧 我们说话都可谨慎了 除了岳云鹏吃饺子 还发微博 我都不敢发 你发个吃饺子也会有人骂你 嫌你们家有面 嫌你们家有醋有蒜 你看他又写上姓什么叫什么贴自己相片 留电话我估计就没人瞎说了 包括好多向上同行 你看又有人骂我了 一定是郭德纲买的水军 老说这个水军这么些年哪卖啊 咱不知道多少钱能买水军是吧 这个得了没事了 我们不能抬这个杠 就是刚才在棚里边我那经纪人大门牙没了 一看就是哎呀 短个牙人一下就变老了似的 本来看着挺好挺精神短一大牙 我说这牙哪儿去了 他说这个于谦老师电视剧开机 他说我去庆祝去我让人打的 过去两军阵前开战之前杀一个人祭旗嘛 是吧 这有可能是吧 心去开机啊 这有一季鸡的 他说不是 因为是在这个青岛那边拍 头一天呢人家弄点儿庞下来 说很好 人家跟他说来一个 他说不来了 来一个 不来了 不来 来一个 他说这个野生的螃蟹 说比养殖的硬 还不信 拿来康窗一下的大门牙没了 这回信了确实是野生的 野生的螃蟹壳硬啊 挺好 根部歇牙呢 侯震老师善于教徒弟 侯老师那会儿一共四个徒弟 现在还剩一个 侯震都知道 侯爷 好在原来不是四个就是五个徒弟 后来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好几个就不露面了 有一个据传说 他们后来说的挺可怕 说你别看挺年轻身体不好去世了 大伙还挺难过 你看那么年轻就没了 没有几天有一天曹霍阳碰见他了 你看这玩意多慎的哈 回来之后没死没死 没死啊 侯爷一说侯爷那行 没死挺好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来往了 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逮谁跟谁借钱 借完钱也不露面了 反正陆陆续续吧 这几个人就都这样了 但是有一个挺好 侯爷的最爱 叫庄子健 哎 你庄子健是侯老师的最爱 硕果仅存的徒弟 可不就一个不得看好了 侯震对徒弟还是很孝顺的啊 都怕他走 大庄挺可爱 我们管叫大庄 姓庄嘛 庄子健 大庄 他对他师父也真是110的疼爱 这孩子很好 大庄挺可爱 去年 去年还是今年 清明节 一早给他叔叔发微信 师父清明快乐 好 那就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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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